辽培元的英文教室一次多一篇 第六十一集 像air是空气 air加一个y 英文里面常加一个y就变形容词 就变空气的 或者空中的 我们这边就是说最常见的用法空中的 可是英文字跟任何语言 任何文字一样 它就不是那么乖 它不乖 它一个字就非要有好多个意思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十几个都有 所以你说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呢 这要是英文呢 一个字就一个意思多好呢 做不到 很难改没办法 或者说很多意思 很多字的意思差不多 我们会不会废掉 我们就 比如说五个字意思差不多 我们就废掉四个用一个 合不合理 合理 做不做到 做不到 语言它就是丰富 就是变化 但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就增加了外国人学 英文的难度 那同样的 中文有这种情况 所以外国人学英文也增加了 他学习的难度 那语言就是 难学就难学在这里 不然很简单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翻译 电脑翻译软体 它就没办法呢 你说它没用 它有用 可是你说 把真的当一回事 问题一大堆 你说一般随便翻一翻 用电脑软体翻一翻 看一看 没关系 可是你要是政府文件 外交文件 法律文件 你叫翻翻 吓死了 律师都在开玩笑 我宁愿花很多钱 去找专家翻 电脑软体就算不花钱 我也不要 为什么 怎么你翻错了 我都打官司输掉了 那个谁赔啊 或者政府文件 翻错了 结果造成 两个国家的紧张 误会 所以这电脑 它没办法 因为就是有 一字多一啊 这种很多的问题 在里面 还有一些文法的结构啊 等等 所以语言它就是 它就没办法 所以说语言能不能速成 可以快一点 可以事半功倍 可以的 有捷径 所以我这边开频道 就是系统化 可是我也讲了半天啊 我也不会说 我保证你一百个小时 保证你英文讲得跟老外一样 程度 天底下没这回事情 提护灌理这个事 也还没有发生 没有办法 所以语言 它必须要今年累月的学 当然看每一个人 学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但是你可以快一点 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不用 我不用讲到多好了 学到多好了 我没那个时间了 我就是能够 能够用就好 能够绘画 可以 比如说学个一年 可以 但是你还是学一年 你可以不是说 我学一个月 我就能够讲 一般的绘画 那没这回事情 很难 当然你在国外 那种环境会快一点 你不在国外 就会慢一点 但是我们这个频道 就说 你不一定在国外 你没有那么多机会认识老外 可是我们可以系统化 所以我开这频道 目的在这里 你可以快一点 而且是我们从根本上 有系统上的 像这空气呢 它空中的 空气的 它也可以是不实际的 像空气一样 空气抓不到 不实际的 不实际的跟空气的 空中的又不一样 but 靴子 靴子 靴子怎么会变成解雇呢 是不能 靴子脱掉 就像把人 fire掉一样 解雇 不知道 但它也是解雇的意思 这很特殊 像box是盒子 它也可以是电话亭 所以box是太复杂 也可以是 打拳机 也可以是打耳光 也可以是电视 意思好多 好复杂 那我们 意思不要讲太多 我们就讲它是电话亭 盒子跟电话亭 那你可以想象 电话亭是不是像一个盒子 可是它不是盒子 它就 引申为电话亭 像enterprise 我们一般讲企业 像那个 星际 什么时候 星际迷航 那个科幻片里面 它的企业号 就讲企业号 enterprise 可是它也可以是 你说企业 变成事业心 甚至变冒险心 好像有一点关系 你 你开公司吗 你要冒险吗 对对 可能血本无归 也可能大赚钱 就像买股票一样 可能变币值 也可能 也可能赚两三倍 都有可能 所以就有点像赌博一样 所以就变成冒险星 但企业 跟冒险星 事业星又不一样 契族星 但是 它这个跟契族星 意思又不太一样 Fail 我们一般讲 动词 是动词 可是它是过去式 就是感觉 F-E-E-L 它的过去式 Fail 可是不是 它是原型动词 你说不对啊 讲错了 它就是过去式 它也可以当原型动词 所以这个很麻烦 这个Fail的过去式 Fail 它本身也是原型动词 就砍 砍东西 你说砍东西跟感觉 不一样 所以它本来是 感觉的过去式 Fail的过去式 那Fail你说感觉 它意思又很多 又变成可以触摸 触感 摸东西 你说感觉跟摸东西 又不一样 那它的过去式 可以当砍伐 砍树 主要是砍 砍那个树 意思又差很多 所以这个英文 就会变变变 所以我们就开这个频道 就是把它整理出来 一般的字典 这是 一般的字典 那么多字 你搞不清楚啊 你要花多少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 因为我自己在研究英文 所以把它那个 整理出来 那这个也不可能 几个月就整理出来 不可能了 那都是很 几十年 整理出来了 慢慢整理出来了 当你说一下子要整理出来 花半年啊 多久也有可能 但我们是慢慢去弄 一次弄那个太累了 就是经历累月的研究 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像不实际的 我们可以说impractical 不切实际的 practical就可行的 可行的就实际的嘛 不可行的就不实际的嘛 Gavin has a lot of airy thoughts 像空气般的想法 就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关于什么 去变成一个亿万风星 因为现在已经不讲 Millionaire Millionaire已经太普通了 讲Billionaire 亿万富翁 那当然以后 又要变成Zillionaire Zillion就是一个兆 那当然现在这个字 就大概没有在用 所以百万富翁 像亿万富翁 当然这是十亿了 已经够多了 已经够用了 但是以后如果更夸张 因为像全世界 贫富越来越不均嘛 以后那些 电视那些 有钱人搞不好变 Zillion Zillion 那个字Zillion Zillionaire Gavin has a lot of airy thoughts about being a billionaire 他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做不到 这有时候要带一点命 有时候 不是你想做就做到 比如说你要么就是 出身背景就好一点 那你白头起家也可以啊 可是很多都白头起家 那为什么 有的人很努力啊 他白手就起不了家 有的人好像没那么努力啊 他就起得了家 但是有的人 他白头起家 他很臭屁 但是 这我们不讲名字了 这有的人很臭屁 他也真的是白头起家 也真的是 有钱都不得了 也真的是努力 然后讲话什么 好像都很有道理 高达上 可是有的时候赚钱 有的真的是靠自己 有的时候是靠关系啊 不是靠家里的关系啊 政商勾结啊 那政商勾结 那他就有梗啦 那有人说 我就是凭实力 那有人就说 我跟政府关系很好 那他就快 那你说这是不是靠实力 也是靠实力 关系也是实力 可就不要那么臭屁 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做呢 就你可以做呢 对不对 你说我很厉害 我成功了 但是人家说 那我也想成功 我跟你做的一样 不行不走恩 政府不走恩 只有你 你可以做 那就是 那就是关系嘛 是不是 因为你跟我们的 你跟我们的这个 政府官员啦 小孩子啦 富二代啦 官二代 关系好 对 所以就不要那么臭屁 不然的话 你去做开放 谁都可以做的 就你成功 那就厉害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 就是政府就不给人家做 就是只有给你做 那当然 那谁去做都有可能成功嘛 这个意思 比如说 but 它是靴子 但它也是解雇的意思 a dismissal final job 就是从一个工作 dismissed 就是我们说解散 扫习解散 就解散了 就是从工作上解散 就被炒鱿鱼了 if you don't work work harder you will get a butt if you don't work harder you will get a butt 如果你不能说 如果你再不努力工作 我就给你一双靴子 听不懂啊 不错啊 不努力工作 还有靴子 不是 but 所以这种 它这个字常不常用 它没有像靴子那么常用 可它就是会 就是会出现 所以你说 我们背一个字 我就背一个意思 其他意思不一定出现 可以 但它出现的时候 你就当场阵亡 box 它是盒子 也像电话 挺像一个盒子 telephone booth booth就是一个小摊位 你说那个 打电话的啦 或者一个 卖东西小摊位 就是 长方形啊 四四方方啊 长方形啊 这种 一个小单位 通常就大概是 里面是 带一两个人的空间 你如果说 可以带十几二十个人 几十个人 那就比较 小摊位 小电话亭嘛 通常一个人进去打嘛 顶多塞两个人 就很齐 你刚发现了 telephone box 它从电话亭打来 你不要说 它从一个盒子打来 那人家就听不懂 人可以进得了盒子 盒子多大 不是 就是 电话亭像一个 超级大的盒子 它从电话亭 这个盒子打来 就电话亭 当然现在有手机了 现在几乎 电话亭也可以拆掉了 当然有人刚好 没带手机 或怎么样 还是有一下 比较好 enterprise ignness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clever 就是 ignness就是很急切的 想去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新的 而且是很聪明的去做 despite any risk 就是虽然它有些风险 就是说 它还要有点本事 脑筋要好 想做一点新的 它就用新的方式 或者一种clever 比较聪明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要创业了 或者我们可以叫创业新 因为它跟企业有关系 因为你要创一个新的企业 你如果说跟别人完全一样 比如说做餐饮店 卖吃的 你最好是 跟人家卖的不一样 那你卖的都完全一样 那就不好打 人家已经有客户了 所以就是这种 创新的 我们应该讲 创新的 创新的 就那个意思 Ignore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clever Respite any risk 就是它有风险的 因为你说新的 我脑袋好 我创新 不一定好 它就是有风险 所以创业就很多 你想不到的风险 所以创业 就是 你如果全部都 你全部都想好 没有用 结果到时候来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 是吧 这个富二代 弄那个航空公司 很好啊 他也很新颖啊 形象好啊 本身 厉害的不得了 本身有钱啊 遗产也不少啊 应该成功啊 什么都懂啊 那是算不到啊 怎么 他不弄就没事 他一弄 一弄公司 新冠肺炎就来了 算不到啊 是不是啊 或者你餐厅 一弄 就发生战争了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本身就有risk Agginess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clever Despite any risk My husband is a man of great enterprise 我老公充满了冒险心 对自己很有自信 敢于创业 敢于创新 但是会不会成功 不知道 这是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 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 就慢慢很多事情就想开 就是说 很多事情 不是因为就是所以 不是因为所以 有时候因为 但所以并不是那样子 所以这个人生就充满了这个变数 Fill是砍发 他是原型动词 不再是那个Fill的过去式 To cut down a tree 砍掉一棵树 当然你说 看亮起司也可以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个写错了 怎么样的 我们就参考一下就好 因为也没有说字典 或者我们自己在造句 或者是在写意识的时候 说这个百度不清 放出四海阶准 没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 我们写个大概 但你要挑毛病 一定可以挑 我们每一集都可以挑一大堆毛病 但有没有需要 没什么需要 因为我们只是做个例子而已 主要是说在教英文 但是你说 所以你看任何士兵 真的很多酸民 要挑 如果要挑的话 每一个国家 从总统 大官 商人 到我们亲戚家人 每一个人都一大堆毛病 所以这日子就不要过了 There are falling tre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road 他们为了造新马路 正在砍附近的树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大家看一看 那我们熟悉一下这些句子 所以像是Eric 你不但是空中的 你也可以把它用成不切实际的 Kevin has a lot of Eric thoughts about being a billionaire Kevin has a lot of Eric thoughts That's about being a billionaire 解雇 不要把它当靴子 If you don't work harder you will get a butt 这个靴子或者解雇 你不要念boot 它是but but 戴乌戴耳的音 If you don't work harder you will get a butt 电话听box He can't find a telephone box He can't find a telephone box 冒险心 创业的那个 企图心 My husband is a man of great enterprise My husband is a man of great enterprise 砍发 你不要说写错了 他这是过去的事 你看 他一样啊 Failing 不然的话你feel就没有这样写法 There are failing tre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road 就是砍发 砍树 通常是讲砍树 There are failing tre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road 我们说一般的 这个片语啊 后面这个算最后一个是解析词 后面要加那个RNG 可这种不用 in order to是例外 为什么 in order to是 骗语啊 算骗语啊 或者惯用语啊 可他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in order可以省略掉 你直接是 in this area to build 可以 加in order 当然也可以 所以他重要是 to就可以完成了 那in order 只是 加上去 感觉上好一点 所以他重点是 to 不定词 后面加原型动词 所以这个 就不算是 一般介细词 后面 一般那个片语后面 所以这个是例外 他后面加原型动词 这一集讲到这里 拜拜